别人是霸道总裁爱上我 可郭晶晶是总裁爱上霸道的我 一个是因为女友与男性朋友拥抱而吃醋 半夜蹲在街头给岳母打电话告状的豪门贵公子 一个是傲娇 霸道 荣誉无数 并受到豪门夫家无尽宠爱的世界冠军 霍启刚与郭晶晶之间的爱情真的太甜了吧 爱美爱是上五十米来 在别人需要生上几胎 才会有那么点机会踏进豪门门口时 公公的一句感谢儿媳下架 给予了郭晶晶无限尊重 霍启刚对外自我介绍的一句 我是郭晶晶老公 更是给予了郭晶晶无尽宠爱 这一切并非是郭晶晶求来的 而是她用自己的骄傲迎来的 无论是许子奇还是李嘉欣等阔胎 都以豪门夫家称脸面 到了郭晶晶这儿 却是夫家以她为骄傲 别人对她的印象从来不是霍太太 而是郭晶晶 用她自己的话说 她们是豪门 我还是世界冠军呢 要说郭晶晶与霍启刚 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神仙眷侣都不为过 霍启刚对郭晶晶的爱归结两点 第一 自己的老婆就该纵容 第二 必须对外宣告主权 为了追求郭晶晶 这个豪门少爷 不仅给她安钱马后 职包送水 为了能给郭晶晶快点发短信 甚至还自学了拼音 还没结婚时就有媒体爆料 郭晶晶与男性朋友拥抱了一下 霍启刚当场吃醋 站在街头给准岳母打电话告状 一边哭诉一边说 他们能有我对她好吗 后来郭晶晶实在受不了了 扔下一句 你够了 你有完没完 霍启刚瞬间熄火 婚礼现场的宣告主权才是经典 在合照环节 霍启刚三番五次 想拉起郭晶晶的手拍照 郭晶晶不好意思的挣脱开 最后霍启刚直接来一套 麻烂吧你 心里头想着 看谁敢把你抢走 而且一直以低调著称的霍启刚 还陪郭晶晶上综艺 一提起老婆更是满脸宠溺 问到最喜欢的城市 脱口而出就是郭晶晶老家 向老婆撒娇的一幕 更是把观众的牙都填掉了 你说 我说什么啊 我是你的英雄 你别恶心 肉麻 这次杭州亚运会 夫妻俩一个知妻一个领队 主打的就是复唱肤髓 而这样的温馨甜腻的画面 还有很多很多 一个是凤行姐就是女王 自强独立的跳水皇后 一个是宠妻狂魔 甘愿被妻子拿捏的豪门公子 就说这种小说里才会有的爱情 谁能不羡慕呢